你好,欢迎来到高爽天文学前沿报告,我是高爽 2021年9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教授在《天体物理学报》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研究报告 这篇报告的篇幅只有48页,却平息了两个阵营的天文学家近十年的争论 在弗里德曼这篇报告发表之前,这两个阵营的天文学家就像笑傲江湖里华山派的弃宗和建宗一样争执不休 那么这场争执是怎么来的呢?弗里德曼的研究又是怎么弥合这场争执的呢? 这一讲我就跟你说说整个世间的来龙去脉 天文学中最大的问题是宇宙本身的性质,或者说宇宙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要描述宇宙的状态就必须有合适的工具 而哈勃常数就是描述宇宙状态的参数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 哈勃常数是用天文学家哈勃的名字命名的 哈勃在20世纪初发现地球远处的星系不再朝着远离我们的方向跑 而且距离我们越远的星系跑得速度越快 也就是说整个宇宙都在膨胀的过程中 宇宙此刻的状态就靠宇宙膨胀的快慢来描述 这就是哈勃常数 哈勃常数大一些,意味着相同距离的情况下 星系往远处跑得越快,也就是宇宙膨胀的越快 现在最主流的宇宙学体系 大爆炸宇宙学的基本思路 就是从哈勃的发现推导出来的 因为既然现在的宇宙正在膨胀 那就说明过去的宇宙比现在的宇宙尺寸小 那么如果把时间一直往回倒退 宇宙就一定诞生于一个无限小的小点 这个点叫起点,奇怪的起 哈勃常数是现代宇宙学成立的基础条件 也是宇宙现状的基本判断依据 它对天文学的意义就像是DNA对现代生命科学的意义 哈勃刚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 测量的数据还很不精确 随着后来望远镜技术的提高 获得的数据量越来越大 对哈勃常数有了更精确的测量 近些年的测量认为,哈勃常数的数值 大约在60到80之间 数值后面的物理单位是千米每秒每兆秒差距 这个单位比较复杂 你可以先忽略它,只看前面的数字就好 这个数字意味着宇宙当前膨胀的速度是 每经过10亿年的时间 宇宙的尺度就增加7%左右 假如我们把宇宙的年龄浓缩成一天时间 你可以理解成 按照现在的哈勃常数 再过上一天左右 宇宙就会变成现在的两倍那么大 哈勃常数的倒数再做一点修正 就能算出宇宙的年龄 我们现在估计宇宙年龄是138亿年 要是哈勃常数弄不对 宇宙的年龄就出错了 要知道啊 过去天文学家评估核反应堆的效率 计算太阳在多长时间内持续产生的能量 以及怎么呈现我们现在看得见的太阳光 这些研究都是在宇宙年龄是138亿岁 这个限制条件下进行的 一旦哈勃常数的结果偏差太大 天文学领域所有相关的研究结论 都要推到重来 比如说宇宙中各种星球和星系的分布 都需要重新验证 就连太阳为什么可以稳定的照耀地球 都需要重新解释 这么重要的宇宙学基本参数 必须要测量出一个无比精确的结果 然而我们前面说的天文学的危机就在于 哈勃常数的测量结果发生了重大的偏差 过去天文学家一般用观测恒星和星系的方法 测量哈勃常数 天文学家把我们周围星系的距离 和往外跑的速度都测量出来 两个数字相除就得到了哈勃常数的结果 这一类方法的天花板 是用哈勃太空望远镜 观测远处的超新星和红巨星 因为超新星和红巨星都是最明亮的恒星 所以观测它们可以看到更远的目标 比如说观测到一个超新星的距离 是10兆秒差距 往外跑的速度是680公里每秒 算出来的哈勃常数就是68 当然为了减少误差 要用到一些统计学的方法 这里不展开说 哈勃太空望远镜是观测精细度的王者 用哈勃望远镜观测超新星 红巨星或者一种变形 得出了目前为止最精确的哈勃常数 我直接跟你说结果 最新的数值是72.1正负2.0 误差不到3% 为了叙述的简单 咱们就约等于72 这种传统的测量方法在逻辑上成立 天文学家的计算也很严谨 照理说应该得到一个无限接近正确的答案 然而后来的天文学家 依靠观测微波背景辐射的测量方法 却得出了一个偏差很大的结果 这个测量方法的思路是 如果宇宙真的诞生于大爆炸的一个起点 那如此巨大的能量 即使到了现在 应该也还会残存微弱的信号 这种信号是宇宙本身的背景辐射 应该非常均匀 朝着不同方向看都一样 20世纪60年代 天文学家用无限电天线 发现了宇宙背景辐射 这也为大爆炸宇宙学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总而言之 测量宇宙背景辐射 就可以计算出宇宙膨胀的速度 也就是哈勃常数的数值 我还是直接说结果 利用最先进的普朗克卫星 测量出的哈勃常数的数值是 67.66正负0.42 误差不到1% 后面我就把这个结果约等于68 按传统方法 从近处的天体往远处测量 得到的宇宙膨胀速度是72 按照新方法 从宇宙诞生的远处往近处测量 得到的膨胀速度是68 这两个结果差了多少呢 统计学生的说法是 差别超出了三倍的误差范围 这是很明显的不一致 两种独立的方法差别这么大 意味着至少有一个错了 更坏的可能是两个都错了 大爆炸宇宙学的基础本身就不对 这个可能性 让天文学家集体陷入了焦虑 最近十年来 每年宇宙学方面的国际会议 都要对这个问题争论一番 测量微波背景辐射的团队 批评测量恒星的结果太粗糙 测量恒星的团队又反过来批评 微波背景辐射的结果太超前 两边各执一词 谁也不能说服谁 是不是很有点 小傲江湖里 见气二宗纠缠不休的味道 那到底问题是出在测量过程中的误差呢 还是计算方法本身就是错的呢 要知道 这两者的区别 事关科学工作者的尊严 对于天文学家来说 误差是可以容忍的 因为科学研究总会受到 技术资金之类的约束 所以结论不准确并不丢人 但如果方法错了 搞了半天 发现自己在研究勇动机 那就要找个力洞钻进去了 所以当天文学家们发现 两种方法得到的哈勃常数 居然差别这么大的时候 就免不了要捏一把冷汗 顺便挑一挑对手的毛病了 毕竟啊 谁都不希望 自己是个研究勇动机的笨蛋 在2021年9月 弗里德曼教授 终于让两个阵营的天文学家 都松了一口气 前面说的第二种方法 只和微波背景辐射的观测有关系 相对来说呢 比较独立 而且最终的误差 看起来也更小 天文学家倾向于相信 68是一个更可信的结果 但如果没有第一类方法的印证 68这个结果就变成了孤正 基于这种考虑 芝加哥大学的天文学家 温迪·弗里德曼 签对第一种方法下手 他重新检查了之前的方法 发现变星和超新星的测量 还存在着比较复杂的不确定性 暂时放弃 专门把矛头指向了 对红巨星的测量 前面说到 红巨星非常明亮 只要知道了红巨星本身的亮度 再结合观测到的亮度 就能计算出红巨星的距离 有了距离 再测量它往外跑的速度 就能得出哈勃常数 这个说起来简单 但实际测量 要做到准确很不容易 最大的不确定性 就在于红巨星本身的亮度 弗里德曼经过检验之后发现 红巨星本身的亮度误差很大 只要这件事不够准确 最终计算得到的哈勃常数 就会有很大的偏差 可以说 弗里德曼抓到了一个 对最终哈勃常数的结果 非常敏感的环节 要解决问题 必须重新估计这个敏感环节 弗里德曼结合了众多星系的数据 包括银河系内部的星团中的红巨星 银河系周边紧邻星系中的红巨星 还有遥远星系的红巨星 结合了相互独立的 几种不同的观测资料 最终得出了一个误差最小的 红巨星的本身亮度 这个数字比过去常用的数字略有不同 但就是这一点点差别 足够造成哈勃常数的巨大差别 弗里德曼纠正了这个小误差之后 得到了新的哈勃常数 它的结果是大约70 你看 把依靠传统方法测量出的72 替换成了70之后 就和依靠测量宇宙背景辐射的结果68 接近了很多 而这还只是纠正了红巨星这一种天体 弗里德曼认为 其他类型的目标也可以纠正 但是难度很大 这些也是他下一步的工作 他更期待将来投入使用的新一代望远镜 取代哈勃望远镜 给我们提供更准确的结果 弗里德曼试图弥合哈勃常数的鸿沟 虽然最终还是有一点差异 但已经算是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至少对于两个阵营的天文学家来说 是个大好消息 相近的结果证明了 之前的差距只是误差导致的 但两种测量方法都没错 他们过去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我为你总结一下 第一 哈勃常数是表现宇宙状态的核心参数 但近年来围绕它不同的测量结果 让天文学家争辩不休 第二 新旧两种测量方法的不一致 有可能是测量误差太大 也有可能是理论需要新的修正 第三 弗里德曼改进了红巨星的测量数据 证明两种结果的差距只是误差导致的 两个阵营的天文学家使用的测量方法都是对的 弥合了双方的分歧